它是巧克力的原料可可 很多人不知道原来台湾也可以种可可 而且内蒲早在15年前 就兴起了一股可可热 希望可以取代种槟榔 种出来的可可外形像木瓜 剖开白色的果实 口感更像是山竹 但农民会种却不懂得如何加工 怎么烘干磨碎找到黄金比例 都是问号 更不用提要卖给谁了 于是可可产业一度没落 直到这一位内蒲女儿回到故乡来 这才有了转机 这位女孩是谁呢 她叫做黄婉伦 原本是在大学担任行政工作 因为父亲生病才回到故乡来 说是要照顾父亲的 但她意外发现了 故乡可可树无限商机 可惜不懂的加工技术 才会失去竞争力 不过一个年轻女孩 对可可毫无研究 她如何说服其他老农 也加入复工的行列呢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让自己成为专家 于是她飞到了菲律宾 学习栽种发酵的技术 还到日本韩国取经 来看这个女孩 在屏东内谱的可可使命 高高的冰郎树下 扮演着小鸟依人的可可树 这是屏东内谱特有的景象 可可树原本是生长在热带雨林的环境底下 那热带雨林的话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半遮阴的植物 所以说它本来就需要有一个植物 来帮它遮阴 于是槟榔的枝叶 正好为娇贵的可可树 撑起一把大伞 绿掉南台湾热情的艳阳 但怕晒的可可树 偏偏又爱死了太阳 农民只有勤奋为它 修植去叶 那我们希望说可可果可以长得头好壮壮 所以我们要把一些多余的叶子 把它给修剪掉 然后尽量让叶子跟叶子之间 不要有太多的重叠 然后这样它也可以比较好的形光和作用 咱们照顾可可树黄婉伦 头头是道 倒是一身短袖裤裙 观光刻的装扮 实在难说服我们 它是农民 同时还是这几年 内蒲夫跟可可树的重要推手 还有旁边两位大哥 也像是来串门子的 但其实也是槟榔农第二代 那其实在屏东的话 过去因为我们这整个内蒲地区 大部分都是种槟榔 然后现在就是慢慢的 就是像勇哥和吴大哥 他们这一辈的人 就会觉得说 尽量我们以后不要再种槟榔 其实16年前 屏东就曾行起一波 可可树跟热潮 希望取代 手艇越来越差的槟榔 但因为不会加工 种出来又不知道卖给谁 种植的人就越来越少 这附近的农友就跟我讲说 虽然他们种了 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可可 他们就跟我说 如果假设都没有人可以出来 帮助农民的话 事实上农民那时候 很多农民种了可可果 他们都已经开始想要砍掉了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也是黄婉伦第一次听到 关于可可树的盛世背景 过去她在文化大学行政部门 负责两岸事务 因为父亲生病才回到屏东老家 原本是要照顾父亲的 但却发现有更迫切需要她的任务 富跟可可 富跟第一步 取经之旅 背起行囊 一个女生就这样 深入危险国度 学习栽培加工技术 像有菲律宾的朋友 他都问我说 你一个女生怎么敢 到达到那个城市 对 他说明达纳尔岛 明达纳尔岛在菲律宾 就是二名招账 然后那边其实是还蛮危险的 然后我跟他说 因为我为了要学习可可 我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他那边台风很多 可是他可以种可可 那为什么台湾不行 学习摸索 整整花了一年 回到台湾 他开始传授知识经验 改变种植方法观念 过去老农很少施肥的 黄婉伦告诉他们 不仅要下肥 还要下有机肥 主要就是可可 我们还是要稳固它的根系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会看它这个 它这个是四五年的树 所以大家以画一个大的 跟它的那个印一样的大概圈圈 然后把它撒在四周 它的根系就会慢慢地 往外去拓长 然后去吸收那些肥料的一些养分 吃饱饱的根系 长出如指甲般小的花朵 借着虫眉兽粉 结出雷雷果夹 但每棵树长出来的颜色大小 却都不尽相同 原来国外可可树 是用嫁接繁殖 台湾却以种子繁殖 乱种乱长的结果 变异性就很大 于是黄婉伦给每一棵树编号 做基因定序建立资料库 每一棵果子的身高腰围 它的果壳的厚度 然后果实发酵后 它的产生的这个 最后的种子的大小 都把它做一些记录 对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的一整个机制 去挑选出 更适合我们屏东 未来做繁殖的树种 为了开发出百分百 Made in Taiwan的巧克力 黄婉伦用尽心力 但要做领头羊不容易 我们的老前辈用了 一句话形容我 就是我是回来放一把火的 这把火有可能烧了这个产业 当然也有可能助燃这个产业 那我当然是用一个 比较乐观的角度去看 就是我是来助燃 这个产业的行程 当我在做的时候 有的人就说 我就是一个台北回来的女生 然后就是只会写计划书 擅长的是写文字这些 然后我会讲一些美丽的故事 可是我是不懂农业的 对 可能很多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说 我为了要做这件事 我后面做了多少的准备 挫折让他想过不如归去 但转个面 心不舍就又留下来了 现在他很适应农夫生活 四肢露出来也不怕小黑文攻击 乐在田园生活 因为他坚信 生长在热带潮湿赤道 与南回归线间的可可树 会在国境之南开花结果 必定是老天赐予的礼物 但过去碍于农民不懂加工技术 才让可可产业没落 如今他的使命 就是让可可落地生根 破枝散叶 除了第八掌大的长型果夹 剖开后 里头是一颗一颗白色小果 酸酸甜甜 口感味道就像是山竹 但要变成可可豆 得先经过发酵 是因为香蕉叶它有一些菌 可以帮助可可豆来做发酵 互相周围铺上香蕉叶 挖出来成堆 包括白色果胶的小果 要静置发酵五天 它向它分成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前48小时 是我们所谓的艳阳的阶段 让它静置不动 然后不要去翻搅它 也不要去碰触它 就是它是一个没有氧气的地方 然后让它自己自动的 去产生菌种 糖分就会慢慢的形成酵母菌 巧克力得来不易 550公斤的果实发酵后 缩水剩下40公斤 还要经过阳光曝晒 才会成为咖啡色的可可豆 但晒干后只有28公斤可可豆 晒好的可可豆 还要经过烘焙 还要经过烘焙 黄曼仑用家庭式的烘烤 研磨机器 克难的实验又耗费一年多 才终于找到台湾可可的 黄金比例 它在整个烤的过程 我们不能烤太热 它不像咖啡 咖啡它可能它的温度 是在180到220 可是我们可可豆烤的温度 是在110到130之间 我们研磨的过程 必须要磨到像头发的万分之一 这样子的柔顺 然后吃下去口感 非常非常的极细跟精致 所以研磨的时间 大概要72小时到108小时左右 一心想要推广可可果夹的价值 黄曼仑说 不加工新鲜可可果肉 加乳酸原料打成汁 也是一种创新吃法 好一段时间 可可树在台湾 几乎要被遗忘 但黄曼仑这群人 正用自己的方式 踏着前进的节奏步伐 要把内谱打造成 台湾可可的故乡 感谢观看